主席 主席 吳局長 還有朱主委 在座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請吳局長 請吳局長 劉委員你好 我先請教你幾個問題 你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 我們現在的公務員一共有多少人 我們公務員的人數 有不同的算法 我們可以這樣講 公家機關 公家機關要前序送審的 要前序送審的 有二十多萬人 二十 二十九萬多嗎 對 二十八九萬 二十九萬多 二十八九 包括學校的 六十歲 那可以 可以 可以騰出多少原額出來 委員您應該是指 命令退休年齡 從六十五歲到 六十歲到退休 那這樣應該有 七分之一 有七分之一左右的公務員要退休 七分之一 那那二十幾萬 四萬多人 比例相當高 那事實上 那我們現在的 失業率有多少 現在失業率 在最近的統計是 五點一九 五點一九 失業人口 那是失業率 失業人口可多 因為公務機關的人力 只佔全國人力市場 不是啊 我是說 失業 失業人口多少 假如說六十歲 退休的話 這一些四萬多人 就可以從失業裡面 再補充 到職場 失業率不是就降低了嗎 像委員報告 全世界命運退休的年齡都在延後 像法國最近的罷工 他就是要從六十歲延到六十二歲 那因為是所有人類 先進國家人類的 生命都 體能 體能都延長 身體健康 但是 因為 人講要退休 要退休 另外一個政府 輔導他們 做另外一種 方向的 自公服務 自公服務 我覺得是很好 而且 公務員要讓他有保障 有保障嘛 退休服務 有保障 有保障的話 不一定上班 或是可以轉到企業 轉企業的比例很低 因為現在 再就業的 四五十歲 再就業的機率很少很少 因為他生活有保障的話 因為要降低失業率 這也是方法之一 最近 勞計法才把六十歲 改到六十五歲 公務員的六十五歲 不太可能 我是舉個例子 要研究嘛 是是 我現在跟你們探討 現在我們研究是一個 第一個 降低失業率 第二個 讓公務員有保障 生活有保障 生活退休有保障嘛 讓我們整個社會的活力 能夠活起來 沒有現在很多大學生 畢業以後沒有 沒有職業可以上 變成事業人口 而且待遇很低 兩萬多塊 怎麼能夠結婚 養家養不活 自己都養不活 所以我們公務員 配合政府的政策 確實很需要 能夠把這個 就業的機會 盡量提升起來 讓這個 大學畢業的學生 很快能找到工作 不管在企業 或者在公家部門 尤其是企業 這個比例比較高 這個說明很漂亮 但是你要把方法出來 這些人 你現在公務器官固定的 要如何騰出來 退休的人 這些人 要如何給他保障 對不對 這個都要很多的配套 神社行政局 必須要做這些工作 我們可以做研究了 但是 光做騰出公務體系的職位 我只是舉個例子而已 主要還是全國各企業 大家一起 對 舉個例子 要更好的 投資跟就業的環境 對啊 像ECFA簽訂以後 現在很多事業 世界的一個先進國家的企業 都到台灣來投資 是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個榮幸 的確 我很多 是 這個就是增加就業機會的 一種最好的方法 是 甚至大陸的企業 也有希望到台灣來 因為第一個 台灣的法令規章 都會非常完備 是 台灣比較鎖法 而且 貪污比例比較低 比較低 我不敢說全部沒有 但是比較低 所以 人家到這邊來做生意 來開創企業工廠 他們安心 不會受到其他干擾 而且會受到法令的保障 所以台灣未來就業機會應該在企業方面應該會增加 應該會增加 所以 一方面要便宜 一方面要如何使這些人 能夠有用 能夠活起來 失業率能夠降低 因為馬總統的失業率降低 是幾%?3%? 那個是 那個是在 那個白皮書裡面寫 2012年 是不是 要連任 必須要連任 剛剛有人說 第一個 有委員講說 2012年是會變天 我認為是不會變天 馬英九也肚定當選 你相信嗎? 我相信 我相信就對了 因為我們整個經濟環境的改善 對人民是有利的 老百姓感受到 感受到我們台灣在馬總統領導之下 現在經濟改善 就業率 失業率減少 就業率增加 而且我們世界和平 兩岸和平最重要 不要緊張 雖然有一些外交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在國際活動空間上受到一些影響 但是經過這次日本東西影展以後 好像又有進一步 又有改善 我想這個是好事 所以我們也堅定 2012年國民黨去執政 你人事行政局居然想幹繼續幹 不 我們人事局的職責 我們談人事局的職責 我們希望能夠帶動鼓舞公務員的士氣 為人民謀更大的福利 然後讓大家有更好的投資就業 就學等等的這些環境 這是我們局裡該做的事 這個公教人員的培訓 這很重要 我們既然是進入這個開發國家 甚至要進入先進國家 第一個 讓國際感受到的就是什麼 公務機關服務的態度 公務機關服務的能力 我們現在算是相當不錯 而且要使這些國家的人才 能夠願意到公務機關來 能夠願意到公務機關來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第一個要待遇 第二個讓他到這邊服務 他會感覺有成就感 第三個讓他對社 感覺到對國家社會有貢獻 這個公務機關來的培育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但是難免 有些因為人的身體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麼健康 有一些身心上有一些問題的 我們人事行政學 隨著要掌握 想要不適任的人 要如何讓他 不要擔任那個 那個繁重的工作 應該給他如何的安置 這很重要 讓他安心 一個沒有人 沒有一個人說保證 我一定健康活到一百歲 活到一百二十歲 我們常講 祝你健康吃百里 但我們希望每一個人希望 但實際上 要如何使他 工作能夠順水 使他的身心健康 這個服務有成就 有感受 這很重要的 謝謝委員這個指教 這方面我們也持續在加強 最主要剛剛您提到說 如何讓他有成就感 如何讓他有這種榮譽感 那麼尤其是委員提到的 就是每一個人的身心狀況不同 那這一些我們也非常的 注意到這一個領域 所以我們人事行政人員的工作 已經加上了一塊 就是你要瞭解你的同仁 他的心理狀況 然後設各種方式來加以輔導 來幫助他們 對 要人性化的 是是 法令是法令 管理還是要人性化 好不好 是 那位私立學校的教職員 這個退休輔助應該也要保障 對 這個部分牽涉到公教保險法的修正案 我們行政院向考試院的建議 考試院現在已經報到 全區部已經報到考試院 考試院應該馬上會開始審查 我們希望很快能送到立法院來 同樣在教育領域裡面付出 是 當然也要同樣獲得保障 對 應該受到同樣的保障 因為他私人願意來興學 而且賠育國家人才 我們應該跟公務機關的協助 應該同等的待遇才對 對 這方面我們行政院在五月間已經做了一個政策 那我們陸續再跟考試院做接架 很快應該法案能提出 好 謝謝委員 那現在請朱主委好不好 請朱主委 朱主委好 這個我們現在施政績效裡面 完備體制推動組織改造 是 一零一年來上路再起 是我妥善規劃 他的 期程 是一步到位還是分階段來推動 特別謝謝劉委員關心組織改造的課題 那麼主改的四個法案在今年1月12號13號通過之後 那我們進行第一階段叫做審定期 那這個審定期主要是在這個今年的3月到8月之間 把所有的37個部會變成29個部會 所有的中央二級三級跟四級機關 夠的部分來做一個完整的一個妥善 那現在我們在這個部分結束之後 現階段我們正在進行第二個步驟 這個第二個步驟就是延離組織法律案 這個組織法律案到目前為止 我們大概預定依照基準法的精神 我們在明年1月底之前 全部送到立法院來 那這中間的法律案目前我們統計 大概最多有147部左右 那這147部在明年1月送進來之後 那可能就要邀請大院來審議 那審議的過程 所以我們現在的行政院組織法 的最後一條的條文的施行日期呢 主要是在101年1月1號開始施行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完備法治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做積極的努力啊 好 謝謝啊 還有這個總統政見要如何的加強 會考競速的一個落實 這個因為時間關係啊 你都不必打了 好的 謝謝 那麼希望你能夠按照我們的七成啊 把逐步的落實 是 因為這個每一個民選的總統 或是這個民意機關 每民意代表都有他的任期 你能夠將他的政見落實 獲得選民的肯定 對全國老百姓都有利 我想這個很重要 是 我們會來積極努力 好